这个媒体有时候聊什么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看 其实应该感谢总得有一个出头鸟 对吧 就是说有些话题 比如说薄熙来王立军 我想大家都可能注意到 我们不会轻易谈的 对吗 就是因为这是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问题 中央法律还没判呢 是吧 法院还没判 也判没判 不在于这个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知道 别轻易去谈这个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家友方媒体 他碰他捅出一个 好像捅了一个窗户纸 然后你接着看 大家都借着他这 借他的光就都开始聊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媒体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是说呢 你今天也得借光了是吧 借南都周刊嘛 是吧 南都周刊不是那个八卦的那个周刊 是吧 是这个南都周刊 是吗 不是 是南都 是严肃的那个南都周刊 不管吧 总是南都集团的吧 对对对 是南都周刊 他算是带了一个好头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头 他来了个长篇报道 写王立军 好家伙 这下我发现微博上就热闹了 纷纷开始聊 聊王立军 发现真是一个人物 徐老师你有没有阅读 没有 给我 那你知道那句名言吗 不是不用是看别的 就说你不是玩微博的吗 微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了王立军的名言 说他曾经跟那个部下训话的时候说你们要读书啊 你们要读书啊 我读过的书足够把你们火化了 你们火化了 把你们火化了 就是我读过的书 下面有多少人啊站在那边 这肯定有几千人的警察大会 跟中国人讲的 我走过的乔比你走的路还多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不一样 是这个意思 我对你啊那只是一个人的啊 他这个是把你们火化了 如果说把你火化了 那那我都敢说 我看过的说能把一个人火化了 可是他下面要是你们这个门 我不信 你看过的书能把一个人能把我火化了吗 我们来试试 你不要谈了 你是不要谈了 我跟你说 烧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 是吗 烧几本书你能把一个人火化了 你试试 那都是多高温的那个炉 塞到那个炉 但是这个事细节私下在说 我现在就说 真是跑题跑不题 所以徐老师 你这个不像是研究文学的 我通过这句话 我发现呢 他是看过书的 这个语言呢 很生猛的 很生动啊 你看我们语言呢 追追追追追追求就是生动 你看他用的这个语言呢 过去讲毛主席 那我绝没有拿他跟毛主席想比的意思啊 过去毛主席说话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话极其生动 对 他那个用一些比喻啊 这个话呀 说的生龙活虎 不是那个八股啊 不是吊书带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要说王吕军的这句话呀 很生动 像是有文学修养 人家唱红打黑 不是白打的 很生动 我读过的书 这种语言没有第二个人用过呀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一个人说 这么来形容 就说 这就好比说 我过去听过那个李敖老师讲课 他也是说 他说 他说这个就是语言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语言的闪光 他说有的 他当年被抓进去嘛 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审讯官 就说一句话 他也认为这个用词啊 很生动 就说 是不是共产党啊 我闻都闻得出来 我这个鼻子一闻都闻得出来 你看就很生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王立军讲这个话 我看过的书 能把你们火化了 我觉得 这个简直是气势磅礴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某程度上赞成你的说法 但我觉得这生动之外呢 还有一个 很猛啊 那个嚣张的 那个嚣张的那个 那个东西是比较多一点的 你看出来了 我发现光美能当心理医生了 对 这个背后啊 确实你看分析语言很有意思 这个背后还有广美说的这么一种潜意识 那么如果一个警察首长说 我虽然是我刚才讲的文学的夸张 但是能这么夸张火化了你们 是吧 他要说火化了台湾国民党还行 他火化了你们 那么就说明这个首长和他的下属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他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解就说明我的文化很深啊 我这个文化可以淹没你们了是不是也能这样来解吧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警告的意思是吧 然后呢我就跟你讲就说南都周刊的这篇报道啊企图写出一个人 当然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啊 可是呢 那单就南都周刊写的这个王立军的这篇特写啊 我觉得我越看越觉得王立军不像陌生人 我太熟这种人了 我在大陆中国大陆甚至就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就在不少的单位里 什么特点 都有这样的人 就是比如说警察啊 有一个人呢 您先前面解释一下起点特别低 起点中学毕业而已 就是说可能文化程度各方面的那个条件背景 工人出身嘛 对不对 可能都没有是特别特别的好 后来就因缘际会了 然后就开始当了这个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所长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慢慢慢慢走上 我看完这之后我还其实说真的心生亲生佩服 亲生佩服 你说某种程度上讲啊 好多单位有这样的人 而且呢甚至就是有人说呀 就得这样的人 为什么你比如说警察你如果是涣散 你这个你这个不到岗 或者说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说我这电脑失误台被人偷了 你这个这个派出所就离那么近 怎么没有来 然后这个电话啊 他都不认识王立军 是直接早上六点打给王立军本人的 王立军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就说一个我来处理 然后这个人打完电话回到他的公司的现场 就发现市局的那个督察大队那个什么都来了 而且那个好像派出所的你知道很有效率很是有案必报有有案必到啊 这么说吧他比如说有一天晚上还是早上打电话给这个派出所所长 这所长是按照值班呢 那天没值班就不在啊 就撤职了 以至于到最后这个派出所所长吓坏了 有的所长啊不敢回家长期带着铺盖角住在派出所住了一年多 就是等于他要抓什么 一定就抓出效率来 而且这个警风警记啊 一下子好管 一下子就好转很多 甚至顺势啊 把警服都给你重新设计了 警徽重新设计了 但人家是轮休你把人家撤职 这不是不讲原则吗 这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好像有个警员半夜被袭击死掉了 就其中派出所一个人袭击被袭击死掉了 然后他打了四个派出所所长都不在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让你的士兵去挡枪子 你却在家里面享福 但是文涛我看完这个整片的虽然说我心生佩服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太歌功颂德的感觉呢 好像他是他家邻居 跟着他一起长大的这么多细节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证人 我觉得这还不是歌功颂德 我觉得他是在想写一个后来变疯狂的的人 你知道很多人初期一开始就工作极其能干 而且是铁腕式的能干 这个地方这个犯罪率马上就要给我降低 你看他的管理方式从原来东北一直到后来重庆 反应都是什么老百姓叫好警察叫苦 为什么你加班加点我让你做到的你必须得做到 好事情的开始都是好的 没有出圈 但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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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滑向一个膨胀 膨胀了以后就开始指着鼻子骂娘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我见过就是就是中国不少单位的领导 往往这种领导确实是特别的能干 他能干的方式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 很多人说中国人习惯于就是个换赞 迟到早退能偷懒就偷懒 那么你这个你你你你怎么管 你怎么管 你不是制度的 但是有的时候啊 出来一个厉害的角色 我当场给你撤职或者扣你奖金或者等等 不管他是什么办法 但能他就能管起来 但是同时你有会在这个人身上发现一个什么呢 他不尊重同事和下属人格的这个色彩 他发展到后来他可以就是就是有理没理的 就指着警察的鼻子大发音威破口大骂 你有时候你就觉得他不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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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分寸 他工作做的好了 然后他甚至到最后能够自己设计警符 自己设计警车 自己设计警徽 他能跨到一个就是说我要建立我的一个王国 甚至他搞一个什么呢 警察沙龙 警察沙龙后来有人去参观过 说那个 早期你看他在锦州的时候 据说挂的还是一些当地公安局领导的那个像 到了后来重庆这个警察沙龙里挂自己像 不是挂自己像 那他挂什么像 他挂CIA头目的像 英国军情六处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挂这些人的像 你明白他心里的这个想象吗 他要把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王国啊打造成一个 野心家是怎么练成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听你们的介绍 其实刚才讲到那个火化的那个字眼呢 刚才还没接下去讲 就是说这个他跟把他属下的这个地位 跟他放在哪里 其实我相信可能因为 为什么我要讲说他的出身很低 因为他觉得我能做到的 为什么你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 他是特别没有办法忍受笨的人 就是说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能干的人 他会看不起这样的人 所以可能刚才你也讲说我可以火 他凭什么讲说我可以火化你们 可能那些人在他眼中 可能就真的是一颗细菌的身份跟地位而已 他没有把 为什么他后来会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他已经不懂得尊重别人了 我觉得 你现在他这个报道里还说的有些说法 比如他到重庆 有些人跟他讲 说这个人私下来讲话都是直言不讳的 就讲说全世界都是这样 古今中外的莫不如此 警匪一家 我到这个重庆来 我要干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警察和土匪分开 去这样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过北京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 他们曾经专门成立课题组 去研究重庆模式 对 他其中讲到这个 就是唱红打黑啊 那个